你看到最近美国所发生的情况就很典型 当时我们冲进立法会的时候 他们就说还支持那些很和平的示威者 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变成是暴徒 就变成是暴动 这个就典型的双重标准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谈及近日美国国会大厦遭示威者冲击一事 他指出2019年香港的修理风波中 部分美国政要公开支持暴力示威者的言论 与如今谴责美国国会暴力冲突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 是典型的美式双重标准 曾国卫表示修理风波对香港社会冲击巨大 而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为香港拨乱反正注入一记强心针 我觉得深处在香港的每一个香港人 都很亲身体会到19年沙半的整个经历 天天活在一个惶惶不可渡入的日子里面 自从我们香港国安法成立以来 大家看到整个局面都改变过来 由乱而至 举报巨乱 大家都看到整个效果出来 都是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谈其他的事情 一步一步把整个理顺香港整个政治体制拨乱反正 日前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拘捕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 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等53人 曾国卫透露 在得知所谓初选策划之初 自己就曾提醒相关人员 但遗憾这一警示并未被理会 当时他们进行初选的时候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 民主派他们初选的活动 有可能是触犯国家安全法的 当时我也是用心良苦提醒他们 但是很遗憾的 他们就没有理会我的提醒 还是非常嚣张的 还是继续这种活动 既然已经立下了规矩 划下了红线 我们当然要按照规矩红线去举法了 有些事情既然是不可逾越的 你非要逾越的话 当然要承担法律的后果 此前曾国卫曾公开表示 香港区议员也属于公务人员 应宣示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区 对此他透露 目前特区政府正在研究修例 以完善公职人员宣示等安排 相关工作已进入尾声 当局会尽快完成提交立法会审议 我个人觉得那个区议员来说 肯定也是一个公职人员 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把区议员 也纳入我们这次的104的修改法律范围里面 其实在区议会议员参审的时候 他们也都已经有个声明 需要那个用户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区行政区基本法 还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区行政区 所以你一旦违反了你这个声明的话 其实也应该要进行追究的 更不用说我们到时候 把所有的法律规定修好了 处理继续也搭建好了 到时候就要看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违反了那个誓言 有不用户不效忠的行为 有的话当然要处理了 当然依法处理了